來 我們請教一下張聖書老師 人家我們也很希望得到證援 怎麼只為命格的人呢 今年可以遇到證援 有這個機會呢 是 你看 我們看到現場這一對 多讓人羨慕 對不對 各位觀眾把你們的命盤拿出來 眾裡尋他千百度 證援到底在何處 來 看一下 卯公的位置 卯公就像可謂 你的卯公 有沒有 是舞曲跟七煞 而這個鋼鱗呢 你是天象 天象 地竊 但是這個是未婚男女看過來 已婚男女不用看 對不對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有蓮真加上天葵的朋友 各位 有這兩顆心的人 現在先不要小鹿亂撞 這個基本上來看 適合的是女生 尤其是30到35歲的女生 人生也不用看 那我還沒到 對 你還不知道 對不對 蓮真是事業主 天葵又是一個陽貴人 那就代表是什麼 一個陽性的貴人 在跟事業有關聯的部分 換句話說 你容易在職場裡面 碰到適合你的另一半 所以女生又碰到連真天葵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 正緣到底在何處 你基本上 你只要把集中 focus在最容易出現的地方 是不是就不容易找錯人 所以各位要注意了 剛剛講30到35歲的女生 在職場中容易碰到你的正緣 再來下一個是天象加上卓斧 我們剛年就有一顆天象了 但我們剛剛講 它是已婚嘛 已婚就不用看了 以婚不用看了 對 已婚再看那就麻煩大了 是吧 但天象加卓斧 這兩顆星適合的就變成是男生 男生 天象是容易有幫夫運的女生 而再加上卓斧 你看這時候 你想要找到一個適合你的女生 在今年的 我剛講男生碰到天象加卓斧 正緣的機會就變得非常的大了 而第一個是太陰加文昌這兩顆星 今年的太陰是化科的 換句話說太陰化科再加上了文昌 這樣的一個文藝之星 今年容易變得有名 有名是不是機會就會變多了 機會變多了 這時候你就要去注意了 正緣就蘊含在其中 不過弱水三千 你也只能取一瓢瓶 不能說機會變多了 你心也就放開了 那就麻煩大了 那一定的 我們停車位很多個 不知道該停哪一個 那是一定的 通常都找不到停車位 要排隊的時候才會覺得很嚴格 有一個就硬擠還要打架這樣子 可是有三個的時候 就不知道要停哪一個 這麻煩 所以我提醒你了 對不對 不要聽篤靈的 停車位就那麼一個 就一個 來的第一個就差 其他的都是假的停車位 來的第一個就停進去 不一定是第一個 但是真的機會變多了 你今年必須要打定主意 哪一個最適合你 就是說今年一定要選一個 你的車子比較大 停車位就找比較大的 所以你們一開始 你們彼此其實 並沒有看對眼 看起來都不爽 他像八加九小屁孩是嗎 對 因為他就是那個時候 他剛出專輯 然後他那個時候正當紅 然後就有一個很耍帥的個性 然後就是都很有偶包這樣 然後就是冷冷的不講話 我喜歡就是比較 好先生那種樣子 所以就覺得 他到底在拽屁 也不帥 對啊 就到底 然後他就覺得他自己是偶像 他覺得他是偶像歌手這樣 不喜歡 你就不喜歡 我不喜歡 那高玲呢 你第一次見到可惟 沒有 因為她是我朋友 帶過來參加我生日派對的 一個女... 梅亞嘛 應該這樣講 梅亞... 對 然後就我朋友想要 應該是我的朋友想要追他 對 那我怎麼可能會 對他有什麼想法 然後他就覺得 這是一個女生 來到我的生日派對 然後大家開開心心吃飯 然後他就一直很嗨 一直很嗨 一直吵熱氣氛 就是一個KTV裡面 包廂裡面瀟灑模型這樣 對 因為我喜歡大家很熱鬧這樣 那處女座 熱情的處女座 對 我就是到處都 像你長婆這樣子 照顧大家 對 然後他就覺得我 連別人的場子 你都這樣做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認識20年 這是第一次見面 那後來到了多久之後 你們忽然覺得 看對眼了 覺得有點不一樣 我必須誠實一下 我先說 因為那時候我要做一個業務 我要推銷保養品 你要推銷保養品 你不是偶像歌手嗎 還要推薦保養品 沒有 我後來就是 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發片 對 然後就是開始找一些 正常的工作來做 然後 對我就開始 演藝圈是不正常的 對 是 演藝圈不正常 正確 然後就聯繫到他 那剛好好像他從國外 剛回來出去玩 然後我在看到他的時候 就跟他講 想要跟他推銷產品的時候 看到他 心為天人 怎麼了 怎麼跟我之前認識的 不太一樣 是變漂亮了 還是個性 變漂亮 氣質 個性都不一樣了 對 就變得比較沉穩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三八 你小時候跟現在有差很多 也沒有 就是個性有點差 是真的 經過多少年之後 那大概有五六年之後 五六年 不止了 長大的懂事了 不止了嗎 對 因為我們認識二十年 因為可惟現在是溫暖型的 對 以前年輕的時候就是熱情 就是很hyper 真的很hyper 到哪裡 然後笑 也是 對 就是一定是這時候 滿可愛的 然後沒喝酒 Yeah 這樣子 就是這次 很好相處的 可是這一次 這一次見面 他要找你推銷他的商品 我們這中間 其實他都會約我 可是就是 例如說可能射飛鏢或是什麼 但是就是我們會去很多 射飛鏢 就是我們會出去唱歌 會出去 是哪一種玩法 就是可以在那邊 然後給他射飛鏢 不是啦 跟我講的一樣 我跟你講的一樣 沒有啦 就是一樣 就是去唱歌或是 喝酒那種 對 就是飛包酒吧那種 就是都還是會有出去 但是就是彼此都沒有感覺 然後是直到那一次 他覺得對我比較 覺得我好像變文靜 然後我那時候也覺得 他好像沒有那麼的剛硬 不像以前就是很耍帥 很冷的樣子 他就突然變了一個 很誠懇 然後很溫暖 然後就覺得他好像是一個 很能聊天的人 就藕包放下來了 對 因為他那時候要做業務 對 對 完全不一樣 人生就是這樣子啦 對 他磨了 很好 所以後來你們又見面那一次 剛年還帶了女朋友來 對 我就說他以前藕包很深 他就一直就覺得自己是偶像 所以他就是怎麼樣 你都覺得他好像隱約有 可是他從來都不承認 也從來沒帶出來過 就是認識了這麼多年 他從來沒有承認過他有女朋友 後來是設計的吧 什麼意思 故意帶一個女朋友來說 我有女朋友 你還不趕快來 可是那時候我也有男朋友 那時候我也有男朋友 你男朋友是有名的名人嗎 不是 是 對 圈外的 所以那次你有跟他買了一套包 沒有 沒有 就失敗 就失敗啊 失敗 對 他就聊聊天吃完飯 怎麼就吃完飯了 結束了 就這樣 不過我有經驗到 那時候他的轉變這樣子 發現 不一樣了 旁邊還有你的女朋友在 然後你還經驗 沒有 只是 他只是覺得我長不一樣 很久沒看到他 對 當然沒有其他的想法 就覺得這個女生怎麼 跟之前認識的是不一樣 那後來又 隔了多久之後 變成進階道男女朋友 很像 又是過了幾年之後 好像過了好幾年 又過幾年 有三年吧 是有什麼點嗎 那時候我就分手啊 我就跟我的穩定的男友 因為本來也是要論結婚家的男友 分手 然後那時候很傷很傷 因為我就覺得 我們明明第二次約會的時候 你就說是要結婚的 怎麼到了六年後 你跟我說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跟我結婚 那那時候我就很受傷 然後當時他就像是一個開心果 你知道嗎 就磨練過了嘛 就是很熱情 很溫暖 對 就是很溫暖 然後又很浪漫 然後就讓人家覺得 反正每天就是逗我開心 而且我們其實就是 聊天的時候發現 那個磁場很對 就覺得奇怪 我怎麼在想什麼 我還沒有講出來 然後他已經講出來了 或者是例如說 我覺得我等一下有點想吃什麼 我心裡面在想 我好想去吃哪一間 那什麼拉麵還是什麼 他就說 我們等一下去吃那間拉麵好不好 就類似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就是每天又很開心 笑到流眼淚 就是每天 因為他就是可以很 他其實以前真的是很不好聊天 可是後來發現 他很幽默 就是他真的可以每次都講到 讓我就是笑到流淚 然後兩個人就一直在那邊 笑到流淚像神經病一樣這樣 然後就當時就 對 算是趁虛而入吧 所以情傷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趁人家情傷的時候 你想要趁虛而入 你是有計畫的嗎 高雷 我沒有 我不知道他那時候情傷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就約他出來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他心情是不好的 那他心情不好 我就想要讓他開心一點 那你怎麼樣讓他開心 就陪他聊天 然後每天就是傳簡訊 然後約他出去 然後約他出去看一些地方 去一些情侶會去的地方 這樣去看夜景 什麼叫看夜景 對 比方說去看夜景 吃東西 他表達能力只有他知道 你不知道 他至今還有偶包 今天要給你介紹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 來 給你介紹 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來 接下來越來越刺激囉 就是 就是追求最拔辣的幾招 陽明山看夜景 對 而且那天還很冷 很冷 然後他就硬要坐外面 對 然後那個火鍋 我們就點火鍋 火鍋怎麼樣都吃不 30秒就冷了 對 就吃不得了 對 都走不開 然後我就用了一個帽子 因為我剛好有戴帽子 我就戴了一個帽子 然後那個外套連著帽子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真的很冷對不對 真的很冷 然後他就突然來一個 偶像劇的情節 就看著我的雙眼 然後就拿著那個帽子 然後把頭鑽進我的帽子裡面 那時候就覺得 好溫暖喔 就 好笨的女生喔 沒有 看一下 很好 就很浪漫 那個時候就覺得 天啊 這是很浪漫這樣 然後就一文 令情 對 就離不開了